叶南天身侧突然浮现出一道人影 正是奔停风满脸的金色 叶南天你既然见死不救 那也随李云霄一起去死吧 苍无穷彻底发狂了 利用皱光盘的时间规则 燃烧自己全部寿元 并且丹田处光芒不断蹦射出来 与那皱光盘之威相互辉应 该死 你想要将圣域也毁了吗 叶南天脸色大变怒斥道 幸亏我没有傻到救你 这般自私自利 死也不忘托人下水之人 真是圣域的耻辱 强大的金芒从其掌中升起 诺亚之舟脱手飞出 叶南天周身一片金光炫目 开始演化世界 苍无穷此刻已经看不清了人影 完全被皱光盘与丹田处的光芒演映 好似一轮太阳 恐怖的原力波动 阵阵阵传开 自私自利 人不畏极 天诛地灭 我都要死了 谁还管你们的死活 谁还管圣域的死活 谁还管天下的死活 苍无穷歇斯蒂利的嘶吼起来 脸孔彻底扭曲的变形 没有了人样 身体像充气式的膨胀开 一起出手 压制他 叶南天面侧阴沉 喝道 别让爆炸之力 冲击到圣域 一名归真神器强者的自爆 还有皱光盘 也连带卷入进去自爆 其威能恐怖无比 即便蓝雪盛成 比其他地方坚固 也扛不住如此重击 是 奔亭峰 双手画圈 一片金色结界迎风暴涨 往盛成落去 就像是透明的天照 笼盖四集 李云霄建议也凝聚到了极点 手臂微微移动 悬浮在四周的万千剑影 骤然碎裂 化成无数淡色的荧光 席天而舞 剑斩星辰 他并没有冲上前去 只是将剑伤斩红往前推去 一道白链如红 穿过那漫天金芒 刺入前方的炫光里 叶南天瞳孔微缩 在这瞬间也双手凝掌 那诺亚之舟飞旋起来 画出一片金光芥芒 像篱笆一样 逐一展开 绕过数千丈方圆 将整个空间围拢固定 就在诺亚之舟飞出的瞬间 剑伤斩红刺入炫光内 直接穿透苍无穷的身躯 你们也一定会陪葬的 苍无穷不甘的嘶吼一声 就彻底炸开 恐怖的威能将骤光盘也炸开 两股力量立即悬在一起 如暴风骤雨往四周冲去 诺亚之舟世界之力 所画的戒光被冲击的不断暴响 更有急风暴雨般的冲击波 破开戒光而出 如流星坠向大地 轰 轰 一道道光芒 向烟火坠下 落在那透明的天盖上 震起波光随后湮灭 如此天空易景 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盯着上空看 但奔平风施展出的天盖 不仅拦截了苍无穷自爆的余波 而且还能阻挡神石 让下方之人看不穿 不明白上面发生了何事 诺亚之舟的威力将绝大多数自爆之力 都挡了下来 遗落下来的并不多 片刻后 夜南天将戒光易收 诺亚之舟与金王都进入体内 脸色十分苍白 显然 当下那样恐怖的一击 即便是他也受了不小的伤 只是强行撑着 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展察功夫后 天空上的能量数 流逝的差不多了 奔平风 这才将光照收起 同时施展出挪移之术 把长空上剩下的危险能量数 尽可能的挪移出去 距离爆炸数百里外 李云霄三人的身影才显露出来 除了李云霄外 另外两人的样子都不太好看 显然耗力太多 面色苍白如纸 大人 你没事吧 奔平风 关切的问道 叶南天摇了摇头 苦闷道 想不到藏武穷 竟然如此极端 幸亏我没有救他 否则将来摩羯来临 这种人为了求生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李云霄虽然没有受到爆炸冲击 但脸色也并不好看 毕竟他十分在意的苍无穷的记忆 没有能够获取得到 若不是叶南天横插一手过来 直接将苍无穷困死在幻境里 伺机搜集记忆的把握 还是非常大的 如今只剩下浮空岛意图了 希望能够找出所有事情的真相 并且找出花千树来 李云霄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叶南天颇为尴尬 真诚的道歉起来 李云霄有些倦意的摆了摆手 事已至此多言无意 大人若是想接管圣域 我非常赞同 但希望全部更换旋里倒的人手 我并不看好圣域之前的人员 叶南天道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李云霄见他的样子 虽然没有流出敷衍之色 但眼光和脸色的细微处 还是能看出叶南天 并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嗯 我想向大人打听一件事 可知围青和公阳正奇现在何处 他与盘义分开后 几乎探遍了圣域 也不见这两人的影子 只找到了苍无穷 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如火如荼的举行 圣域仅存的三大执政司 竟然不见了两个 还有一个也默不关心 未免有些怪异 叶南天道 我知道两人都在闭关修行 维青父子离开了圣域 至于公阳正奇 似乎去了神都 李云霄眉头微皱 可是跟梦灵真君在一起 叶南天点了点头 李云霄道 大人可有进入神都之法 我有事想一见梦灵真君 叶南天摇了摇头 神都之门只能从内开起 或者外界强行进入 我也一直在联系梦灵真君 可是始终无果 李云霄沉思了一下 现在非常时机 既然联系不上 不如强行打开神都 一探究竟 不可 叶南天与奔廷峰 都是同时反对 显然被这个提议给吓到了 为什么 李云霄不解的问道 难道是地界之事 叶南天点了点头 神都名义上是属于圣域管辖 实则并不属于圣域 而是属于地界 即便是梦灵真君本人 虽是当年的执政司 也是神都三老之一 但实则却是地界之人 地界之人 李云霄思索着这个词的意思 惊道 难道地界也有传承一说 当然 叶南天道 你可以把地界当作是一个门派 他们修炼的力量 与我们稍有不同 但大抵相似 毕竟我们参悟的规则 多是天界之力 但地界之力 也同归于天舞界的界力范围 所以 打同小异 李云霄一下子 似乎想到了很多 这么说来 梦灵真君 就是地界之主了 那他 可掌控了皇权明火 叶南天道 梦灵真君 是否是地界之主 是否掌控皇权明火 这些 我都不得而知 这次来 盛狱有三大目的 其中一个 便是见他一面 与其相谈 可惜 三个目的 一个都未能实现 他一阵苦笑 李云霄好奇道 哪三大目的啊 叶南天 也不隐瞒 其一 便是会见 梦灵真君 与其详谈 地界之事 其二 便是联合圣域 让旋里岛的力量 渗透进来 并且帮助圣域 提升整体实力 其三 便是商议 华神海之事 及早除去 这个毒瘤 奔廷峰 也是苦笑的 现在 梦灵真君 见不到 第一件事 无从谈起 剩下的执政司 只剩一个 又被云霄公子杀了 圣域 现在找不到 一个实际掌权人 后两件事 也是无从谈起 李云霄道 我想知道 大人打算 如何对付华神海 叶南天道 华神海 乃是天下数炼师 汇聚之地 自然不能一并铲除 必须分而除之 并且 旋里岛的力量 我暂时不想暴露 在世人眼里 所以 只能以圣域 和天舞盟为头 我们从旁协助 将华神海内 魔修之人除尽 并且封印 古魔警 李云霄皱眉道 魔修之人除尽 此法太过极端了吧 叶南天 肃然道 一点也不极端 那些魔修之人 必然是 鲁聪子的试验品 怕是用来 给魔军降临之用的 以此法 抵御天舞界 借力压制 即便除掉了鲁聪子 我们也不清楚 这些魔修者 是否还隐藏了 什么危险 毕竟 尽数斩杀 方可放心 李云霄目露冷色 斩除鲁聪子 本少愿意出力 至于除尽魔修之事 恕我毫无兴趣 并且十分厌恶此法 就不参与了 好 这些事 就由我们来做 叶南天眼里 惊芒闪烁 既然圣玉 现在找不出负责之人 不如 就让天舞盟领头 将华神海除去 李云霄有些犹豫 何日启程 可否晚个月余时间 他还想去浮空岛一趟 不行 一天也晚不了了 叶南天震色道 华神海的危险 云霄公子也应该明白 若非找不到圣玉负责之人 我们早就出动了 昊霄也去了南域 阎武城找你 多半是要扑空了 我原本的打算是等昊霄回来 若是圣玉还不见执政司的人影 就直接单独行动了 李云霄想了一下 花千树的事都耽误了二十多年 也不急在这一时 而且他也关心古魔警的形势 更为担忧的是 两位好友玄化和柳飞烟 还有弟子杨迪的状况 私定之后便说道 好 我便与你们先走一趟华神海